你说侯友宜 你一直在蹭侯友宜 一直在蹭朱立伦 我说实在话 之前朱立伦的话 人家已经跟你讲 已经说我答应了 可是你韩国瑜辞职不公布啊 很多行业 包括他现在募款 他不是喊说没有钱吗 募不到钱吗 我跟你讲 很多企业界的老板说要捐钱给他 问题是找不到人 我是要跟谁联络啦 要捐钱给他找不到人 很多立委候选人 参选人想说 你不是没有行程吗 那我现在来造势 你要来站台北来蹭一下嘛 对不对 打电话去 你知道韩半回什么 回什么 我们接下来看看 韩国瑜什么时候有实行 看时间 那看时间接下来就没啦 所以我那天不是一直在强调说 你70几个立委候选人 参选人对不对 你随便去蹭的话 去蹭人家场子的话 即使有一二十个不愿意跟你同框的话 那最早还有四五十个 四五十个你去跟他 站站站去走走走坐坐坐看看 泡泡茶对不对 那个行程看起来是满满的 也像是在选举啊 上礼拜不是有报导说 因为他缺钱说 他要寄生区域立委的场子啊 对嘛那你连寄生你都贫团嘛 对不对 人们要叫你来寄生你就没来啊 所以你不觉得这很扯吗 所以韩国瑜的心态他就是不想选举 我讲实在话 是你们这些台教的不愿意让我下教啊 不想选举还拼命募款 当然募款 这种我就跟你讲选到剩下三十几天的话 照正常人来讲的话是抢选票 不是抢钞票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这一家人很奇怪 你看抢钞票抢得很凶你有没有发现 可是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潘恒旭刚才我们不是一直在谈论说 那个杨慧如卡绳的事件有没有 整个国民党不是传结一致 已经开始对卡绳这件事情一直在做吗 可是你有没有 大家弄到有没有闹进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潘恒旭 你有没有发现潘恒旭讲什么 他竟然把马英九的拖下水 他说当初盯办啊韩办他也是 曾经介绍杨慧如去啊 表示你你你你你潘恒旭 说他是杨慧如的师父对不对 你自己办没有办法去切割杨慧如的时候 干脆要做会事 马英九什么有没有全部都拖下水这样 我之前不是讲说张三郑是吴三桂嘛 他不是引清兵入关他叫大家去投票 票投民众党有没有 那我现在要封什么 潘恒旭叫什么 勤快 对不对 人家前面在打金人打仗 岳飞打仗打成这样 已经要指导朱仙正了对不对 你今天进来十二道金牌 叫大家刹车 那不就是因为你的主子就宋高中 他就是偏安嘛不想打嘛 所以郑重下怀嘛 所以你看他身边的全部都是吴三桂 全部都是勤快 你说这个账要怎么打 对不对 那你刚才说韩国瑜好了 你说韩国瑜他在缺钱 一直喊韩缺钱 对不对 你真的募不到款吗 我不相信 韩粉2020 还是一千块两千块这样缺 我说真的 你的韩粉不是号召不是说九百万人吗 一个人一千块的时候多少呢 就九十亿了对吧 后来一人一百好了 这样也有勤勤的 所以你说没有缺一些 我不相信 那问题是他钱跑去哪里了 之前那个王浅秋不是讲说 他钱全部捐出去 所以他没有钱啊 后来人家讲说你公布了 那个整个账目的话 你才捐五百多万啊 你去年的补助款两千六百多万 春月钱跑出去 你每天花没钱 很多企业技术 为什么不捐款给他们 当然不捐款啊对不对 你有豪宅有砂石有农舍 还有LV的限量包 我们为什么要捐款给你 对不对 你那跑去美国 请人家吃乳肉饭矿泉水 那是阿兔子 你现在讲一讲的 长期住美国 不知道台湾的现在 风向已经转了 对不对 你还在骗 去年那一套还拿出来用 还是有人会被骗 你看 你让我想起来 这跟那个崇祯皇帝一样 你在明朝那个王国之君崇祯 他上朝他很节俭对不对 本身很节俭 他连龙袍都还有补丁 你知道吗 所以满朝文武就觉得当大官的人 每个人就想说 皇帝都穿补丁哦 后来你看 皇帝升迁这些官员的依据是什么 看你的朝服官服补丁多还是少 后来你知道 每个人身上都是补丁 那好像丐帮 上朝以前那样丐帮 你知道 问题是满朝文武 那个补丁 那个补都是零楼筹 突然去补的 那一块薄要好几两呢 对不对 那后来你看 他那个时候李志诚 要供北京的时候 从政公司说我没钱 对不对 我皇宫里面都没钱 所以他那时候募款你知道 连那时候的那个国舅 国舅周葵你知道 他说要军费一百万两 周葵只给他一万两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别骗了 你很多钱 所以后来李志诚攻破北京城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北京城他讲什么 就有赠库金耶 今年不用耶 有多少钱你知道吗 三千七百万订耶 三千七百万订的 白银在那边 哎 李志诚说你这么多钱 你不要拿多少钱 所以韩国一像不像 他宁愿让你亡党 国民党亡的没关系 对不对 我钱就是不拿出来 就是要去募款 对不对 我到处去募 对不对 这些钱怎样 他是跟崇祯一样啊 反正那国民党 大家做会戏啊 我个人赚保就够了嘛